好 回到我们台湾顾问团 我们先来看看 那接下来今天呢 张军整个行程 大家关注来到高雄 那上午的部分基本上 刚刚看到重点就是跟陈局的会面 那下午部分现在呢 要持续前进到这个佛光山 待会儿要来到益守大学 那这好玩的是呢 这两个地点呢 在以前所谓的高雄县 那据说呢 待会儿在这我们看到 恐怕是比较蓝营的人士会出现 所以这个安排上 有它巧妙的地方 不过重点是民共交流 接下来应该要怎么的走下去 所以我先请教这个 林国正委员 座谈就点到了 其实刚刚金兰也帮我们点了出来 第一个是 台独党刚放掉 是不是民共交流就走得下去 但是张主任告诉大家 Oh no哦 不只看你台独党刚 你要有实际的行动 人家说的也实在 对不对 我想张主任自己本身 以他对整个 这次在整个行程 安排的细腻的程度 他来看民进党 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所以他讲了一句话说 不是只有看党刚 要看他的政策 也看他的执行力量 还有他直接也点到一个总结 他说明进党 所以张之菊做的功课比马英九总统 民进党本身呈现出来 在这个区块两岸的问题里面 是没有看到正面向上的力量 所以这些东西里面 连陈菊里面自己也曾经点到一个密信 他说他当时在去年去天津 张之菊从整个北京汇过来 跟他见面的时候 把他的整个从政经历背景里面 如蜀家争的讲出来 这是共产党厉害的地方 对感动 我想我讲个 蒋刚经人提到说张之菊这是为什么让人家觉得成功 你看今天媒体登出来 围着围巾帮老人家去打菜 昨天在新北 对 第二个 大家停留到国民党跟整个共产党的高官在来往都是背谎交错 喝着红酒外面围着警察 江城一会的时候 在台北的时候是办了20桌 主桌24个人 所有政党的泛兰的领袖几乎都到了 而且企业界数得出来 台湾整个上市公司的产值超过一半的这些大企业的总裁 跟董事长也都出席了 总共20桌 这一次 王玉琪跟张之菊所谓的欢迎业只办了5桌 全部都是什么 台湾陆委会的官员 跟整个国台办的官员 国台办三桌 陆委会两桌 没有一个所谓的政治人物 也没有一个企业界的人士 这是进步吗 所以这个东西里面 那我们看到到国台办里面 真的是进步 他们在操作那个细腻的程度里面 在这一次整个行销的过程里面也是相当的成功 是 好 那同样在昨天这场的一个学者座谈当中 还问到这个问题 中华民国存在这是个事实 对岸为什么不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这是淡江大学的王高成教授提出来的问题 张之菊回答很好玩 是因为台湾不愿意碰触政治问题 所以才没有办法让这些问题能够解决 悬而未决的结果 到底是国民党不敢碰还是委员 是民进党根本不敢碰 我觉得其实民进党怎么会不敢碰中华民国 民进党其实提到中华民国 还会让内部深入的人讲说你怎么不提台湾国 我觉得其实 所以那你到底应该提哪个国呢 中华民国现在目前为止是台湾的最 台湾民众台湾社会的最大公元数 这么真心认为台湾前途决议文也讲说 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它现阶段名字叫中华民国 所以我觉得其实提中华民国有何不可 民进党不会有这个中华民国障碍 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会不会有 这个中华民国障碍 是要他们问自己 今天昨天这个王高成教授讲了这个话 张成勋并没有直接回答他 反而用一个说大家多交流 才会怎样怎样 这个问题是多交流是好的 但是如果民进党愿意跟 跟共产党交流也愿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交流可是问题 你一交流你要说 你是不是硬的不敢硬 软的又不能软 这个其实你就等于说 要把民进党往 这个最胜率的这个面 这个设程里面打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继续回到这胜率 继续去抗议去 那如果是这样 大家认为是这样子没有用 因为这样子人家还是揶于你 你不如回去手拉里面等着去批评别人 那最快了 是这样子吗 所以今天我们刚讲到 其实昨天这个座谈里头 就我的侧面了解 这个张志军正面回答的问题不多 我们今天摘出来这两个 就是他已经正面回答的问题了 所以这里头把这个政治协商 政治谈判拉到台面上来 我们该怎么解读他 我觉得他来的这个目的已经达到 就是把这个政治协商的旗程 直接在这里面已经宣布开始 那如果你去看郭正亮回去吧 昨天他们谈话的内容 做了一个整理 我觉得他这里面有几点 是要告诉大家 他说这里面有几个 这些学者告诉大家的 台湾跟中国大陆现在出现的问题 是一个政治分歧 还有国际空间 还有中华民国的存在 还有两岸的政治定位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他认为这归纳出来的 这四个问题 中方都准备好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告诉你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有疑虑的是台湾 那台湾在这里面有疑虑 那在现在的状况下 他大概听完这么一轮以后 他说谈比不谈好 现在看起来那个分歧还存在 他给了一个方式就是 高宇人的两岸和平论坛 民间开始要对于两岸的政治对话 要开始谈 也就是他宣告 中共的官方宣告了 应该要是一个政治协商的一个过程 只有透过政治协商 政治对话 还有两岸定位 有很多的问题 才有在这里能够处理 但是我要说的一个事情 在这个状况下 你看希拉蕊告诉了台湾什么事情 他在这里面就提醒了 所以民地党在这里面 就处于一个夹缝之中 三明治的一个状况 他告诉你说已经触统 你们的底线在哪里 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碰到一个 必须要面对的政治红线 这就是今天民党在压缩的这个状况下 在一个极毒跟一个极桶的光环下面 今天看到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恐怕现在不是国民党的问题 因为台湾社会对于这个红线还没找出来 好 是这样子吧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